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越来越难约 一个人连餐厅都很难订 哭爆 求推荐 一个人的餐厅很难订 就一个人吃饭就好 独享餐蛮好的啊 因为其实平常的生活 可能会跟工作伙伴 或家人相处在一起 在这个一个人的时候 像我就会来整理一下 我一些创作的思绪 像我也是一个人 才会在这个午夜暖心电台 跟各位见面 你说是不是人生处处是惊喜啊 呀 惊喜 嗨 Let's love yourself 让我们听下一则留言 我对自己没什么自信 要什么提升自信比较好呢 兄弟啊 自信是从理而外 或者是从外有理的 蛤 是不是太简化了 是吗 跟你讲这提升自信 就是要从内在以及外在 然后内在的话很简单 就是内服 内服服什么呢 看你喜欢人生鸡汤类的啦 或者是你知道 药顿 排骨 猪脚 面线都可以 那外在这边要告诉你 一个非常厉害的小方法 且有效就是 刺眼的发光精华 它让你脸上的瑕疵也淡了 心里的阴影也散了 波云戒日 应该对提升你自信 有非常大的帮助吧 是 我们有理到外 有外道理 我们就继续保持帅哥 呀 保持帅哥 thank you next one 我们听下一则留言 认识很久的好友 最近相处越来越干 该怎么办 哇 那你要问问看 你自己是不是变得越来 越无聊了 好像无聊到很干的意思 很干很干 真的 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其实就是跟植物一样 需要水来灌溉 就算你内心非常坚强 跟仙人掌一样 但是如果你没有灌溉 它 它还是会哭死的哦 对啊 重要是 不要等到节日才灌溉 平常就要灌溉 还好肌肤要不干的话 只需要 冰河糖保湿霜 就是这么简单耶 虽然我们这样回答有点赤肉 但是你们应该可以接受吧 让我们听一下下一则留言 本家的姐妹在节日都有礼物呢 单身狗怎么办 阿宝 你搜礼物是喜欢浪漫派 还是务实派 哦 我是 急着把我购物车装满那一派 与其等着别人送花 还不如立刻订给自己金盏花 哇 我尊重你这个精神了 就是love yourself 与其等别人讨好你 可不如对自己好一点 对 而且自己来比较快 自己来不用等 呀 不用等 不用 No 好啦 谢谢大家今天 参与我们的午夜暖心电台 希望我们的回答大家还满意 嗯 而且也希望大家的 每天都是特别的一天 love yourself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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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